姑娘你究竟是太聪明了还是太傻了 我都说不清楚 她已经非常习惯这种男女之间 这种有一点点小暧昧 或者小亲密的这种举动 所以可能包括可能她应酬的时候呀 她会去用这样子 她认为是一个很平常的一种相处方式 去跟每一个她所接触的男生 有这样的一种接触 我只想替她说一句公道话是什么 就像诚哥在电话里面刚才说的 她说红雅妹妹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女孩 为什么诚哥会给她介绍一些 那个朋友去买她的珠宝 所以她非常的聪明 这只是她的一个社交手段而已 她也不是说我要刻意去给你一些暧昧呀 我喜欢你呀 或者说去勾引你来喜欢我呀 其实你在做任何事的时候呢 一个女人也要考虑到 自己男人的内心的感受 有的时候当你去跟别人 很亲密的互动的时候 你要明白 自己享受 她会难受 自己开心 她会恶心 那么我真想奉劝这样的女生一句话 其实姿色从来不是女人的事业 事业才是女人的姿色 我想对男孩说 你为什么会容忍她 不去很严厉的去批评她呢 是因为你内心自卑 因为你知道 你给不了她这个依靠和安全感 所以她只有靠自己去打拼 如果说你可以 有底气地站在她面前说 你这个工作别干了 在家待着 我养你 不准你这么穿 不准你这么喝 不准你出去 她还会这么干吗 你当初喜欢上她 是喜欢上她什么呀 她的性格 我觉得 你当初也是喜欢她这种豪爽的性格 是吧 对 那为什么现在这种性格 就不行了呢 因为现在我是她的男朋友 她当时 男人的劣根性就出现了